挑战一整天只吃紫色食物 紫薯 你们还能想到什么 笨超市 Let's go 这个头可以 我拿茄子一卖的瞪我 啥意思 哎呀这不能吃啊 断了一个多小时了 紫色的东西太少了 哎呀我来这干嘛来了 抓紧时间回家 冰激凌马上就要化了 这是我在超市里买到的 所有紫色食物 快乐的大茄子 嗯 我色了吧你的味儿 爆发死了 太难吃了 还是留给我媳妇吧 彩虹糖 好多种口味儿啊 但是我只能吃紫色的 一共就五颗 葡萄味果豆 哎呦 好吃啊水味儿多 水多的就是好吃 紫薯干 这大包套小包的 大崩柜 多吃点好干呀 酸梅果汁 带气的 这个好像是新品还挺酸 葡萄软糖 哦 好浓的葡萄味儿啊 造型也是可爱的小葡萄 好Q弹啊 这个吃起来比刚才的果冻 葡萄味儿更浓 加州西梅 好吃 可惜太少了 可以吸着果冻 好喝 里边还有果粒呢 紫薯薯片 紫色的 真好吃 我没吃出来啥紫薯的味道啊 特别浓的那种椰奶的香味儿 奶香味儿特别重 真好吃 火龙果 室儿是黑的 不能吃啊 你们喜欢吃白心儿的还是紫薯的呀 杨梅 好酸啊 蓝梅霸 好浓的蓝梅味道 还有一股薰衣草的味道 里面还有佳心儿 桑萄酸奶 紫色的 里面有桑萄的果粒啊 葡萄汁 重头戏 洋葱 干了 好辣呀 放点蓝梅酱 还是好辣呀 你们还想帮我挑战什么颜色的时候